北京时间9月15日晚,马靖在西甲联赛中主场1比1,战平埃阿尔队,赛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帮助马靖打入绝评进球的小将博尔哈表示, 相比于最后时刻的进球,自己更希望球队可以取胜,谈到本场比赛时,博尔哈说,我们在比赛中,错过了很多明显的得分机会,能拿到一个积分当然是不错的,但是拿到三分不是更好吗? 关于自己的首秀,马靖小将说,我还不是很满意,从结果来看,这是一个苦涩的首秀,不过,对于自己的进球我还是很开心的,但是相比起来,我更愿意球队可以获得比赛胜利。 今年19岁的博尔哈是马靖二队的前锋,本场比赛是他第一次亮相西甲赛场,并取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顶级联赛进球,相信博尔哈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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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